所以小五哥要不要講一下你的終極目標到底這次是要開幾場 然後身體狀況準備好了嗎 其實我這個對我來講的話演唱會是一個里程碑 然後我也很希望說能夠唱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給我們台灣 或是東南亞的粉絲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欣賞我的歌曲 其實不只台灣我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包括中國 我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我 然後我感覺很幸福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很幸福 所以我就把這次的主題把它訂成幸福送給你 那我其實 你說我想辦幾場 我覺得就是要順其自然了 如果 不是說一一加幾 再加幾 再加幾 當然如果說朋友們喜歡的話 我可以一直唱下去都沒關係 但是呢 我一直到這個年紀 我認為說我應該以快樂為主 這個賺錢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能夠唱得很快樂 然後就是為朋友 為我的粉絲 為我的家人 為我的 其實歌迷粉絲都像我的家人一樣 沒有他們就沒有我 這是我的真心話 真的 我一向就是從來沒有拒絕過 喜歡我的朋友 想要跟我拍照啊 想要跟我簽名啊 我從來沒有拒絕過的 因為 除非就是我的那個經紀人 硬拉著我要跑場了 那沒辦法 那譬如說你要說要唱幾場 一百場也沒關係啊 只要 可是體力問題啊 我想我還是沒辦法 有沒有在練啊 有沒有在練體力啊 練 muscle啊 什麼的 沒有啦 我幾歲了 也可以多少練一下 沒有幾歲的問題 可是我從今天記者會開完之後呢 票房如果強強棍的話 我想我會加緊練習 我如果平常練六十分的話 我場次多的話 我就會練到八十分 九十分 甚至去練 muscle 到時候會修 如果真的有練起來 會修 muscle 我看我們的那個小豬老師看 要不要幫我設計那個服裝啊 因為我那個服裝設計老師 他認為說 我如果 其實我認為我還可以耶 你哪一塊最適合修 muscle 哪一塊 哪一個部位 應該是這裡吧 手臂 對 那腹肌可以嗎 腹肌不行 馬上就說不行喔 對 因為我有蹲暖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食 OK 可是我如果真的要控制的話 我還是可以的啦 我不敢修啦 可是我可以讓他肚子消掉 OK 小豬老師剛才有講到說 自己有信心能夠唱得比張學友還要好 是之前有觀摩過他的演唱會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聽說他這次來台灣的演唱會 前五首他的聲音沒有開 所以他唱得大家都嚇一跳 然後我一定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會從頭到尾都唱得非常好 他有他的特色 但是如果說你叫他來唱我的日本歌的話 我覺得他不行 但是我唱他的英文歌我也不行 廣東歌我也不行 所以說各有各的特色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的那個聽眾的年齡層很低嘛 有年輕的嘛 有沒有要為年輕的設計一些內容 其實我是全方位的 我是全方位的 所以這次內容有什麼年輕的 我一開場我一定會大跳特跳的啦 對啊 因為我有我快歌慢歌都很多啊 然後我大部分一開場的話 我是會先唱一首開場歌 會很壯觀的開場歌 然後之後呢就是一連串的快歌 一連串的快歌我會加上歌舞這樣子 這是一定的 所以這次還是以台語歌跟日語歌為主 對 那你們希望我唱國語歌嗎 我也很會唱啊 也可以啊 因為每天說羅志祥的什麼 蛤 之類的 有年輕聽眾嘛 我可不可以唱余天的那個 《相見不如懷念》 也可以啊 也可以 都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譬如說那個 譬如說那個 我也可以唱那個 周杰倫可以嗎 周杰倫哦 後後後後那個啊 我好像不行啊 可是我 可是我如果唱那個 譬如說 佛杰倫就來啊 阿美的 對啊我可以唱啊 然後我可以唱那個 譬如說 譬如說那個 江蕙他們也都有唱啊 我可以唱這個 他們都有唱啊 比較跨界的 就這個 這個也是算 國台語都可以接受的 歌 然後就比較 像譬如說 他們也可以 唱那個 我唱日本歌也可以唱 台語歌 然後我唱一段 然後我唱一段 可是呢 那節目變很長 有變很長 有一些年紀大的朋友 他要尿尿 他憋不住 所以我們這次在 國際會中心 就有很多考量 就是為了 年紀大的朋友們 就是 我的來賓就只有一個 我的 那個 那個 就是一幕 一幕情人 一幕情人 龍姐 龍姐 她不是說 我是她男朋友嗎 所以她是我女朋友 因為我們兩個 和尚的歌曲太多了 沒有她 我的節目就不完整 這是 心裡話 心裡話